也更多 那簡單來說呢 這參與時預算就是說 它是由 最簡單就是說 是指由人民來決定一部分 公共預算的支出 那這個參與時預算 其實它很重要的精神 它就是要把那個 參與其實要多元化 希望更有多元的聲音來 尤其是弱勢民眾的聲音 能夠透過這個機制來發聲 因此比如說像我們很多 比如說像高中的夥伴 都有曾經就是透過去年的 我們參與時在中區的一個預算 來進來 就是表達他們的意見 對於公共事務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今天 老師的講題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從太陽花到參與時預算 游擊戰下的社會賠利工程 那其實 參與時預算如何進入台灣 其實跟太陽花是有一個非常 太陽花其實扮演 的一個蠻有趣的 或是一個一定程度上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那太陽花 我們都知道嘛 它可能是一個相對的一個突然 突然的一個闖進立法院而開啟的一個社會運動 那這種有點游擊式的方式可能就讓我們看到呢 就是沈醫師民主如何在台灣的公民社會上有一種另外一種的可能性 那游擊戰下的社會賠利工程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賠利這個字熟不熟 那至少說在我們這個禮拜 在有跟高中夥伴的討論當中其實 他們對於這個詞其實非常 就疑問到底什麼叫賠利 那賠利的英文其實叫做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使什麼什麼人有權利嘛 那這個使什麼什麼人有權利 這個對象通常都是一個比較沒有權利的人嘛 就是使稍微沒有權利的人稍微有權利 那使這個有權利那可能我們翻翻的翻譯通常可以看到好多種翻譯 那常見的可能是有賦權賦予的賦賦予權利 那或者是說像現在這裡翻的就是賠利 那就是那你如果想像說賦權跟賠利 它其實有一種不一樣的一種的核心關懷在裡面 那賦權它從權利的角度來看 它可能是由上比較由上而下的一種流動方式 可是相對而言呢 賠利更重要的是 它強調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一種自主性 就是從根部開始去給予養分 那所以是培養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擁有一個自主的思考 或者是行動的能力是 對於這個賠利使用這個翻譯的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採取賠利這個翻譯的時候呢 某種程度上也就想說 就回應了其實就是我們老師他的一個最終的一種關懷 那社會的一種 所以就如果說我們是要由下而上給予一種相對於弱勢的民眾 用一種他的一種發生的方式呢 那其實我們可能 他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設計 因為就是工程他可能背後代表是一種複雜的一種工序或是設計 那其實如果你有看說今天我們的介紹的話 你有發現說蔡宇士預算大家都講說跟審議士民主可能有一個在台灣的脈絡下有一種關係 那從我們兩千年之後開始推展審議士民主 如何從有一個比較被動式的民眾的公民的參與 到進入到下一步 比較是更為有落實公共預算的一種讓民眾來規劃與使用的一種方式 那這其實是一種角色的一種轉變 或者是說如何我們代表說我們公民社會如何在公共參與這個部分往前推進一步 也就是因此這樣呢 就是從我們社會的賠利工程的角度來說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老師他自己其實也是就是318那時候街頭審議的一個主要的設計者 以及我們台中市的參與師預算整個的規劃者 那我們就是現在就話不多說就來邀請我們 施老師為我們講解說到底是從太陽花到參與師預算 由己戰下的社會賠利工程 OK 謝謝 我本來以為7點開始 就7點來我本來以為我會創下台中折舞最少人的場次 就沒想到7點半 剛剛聽大家做一些自我介紹 以及對於參與師預算的一些關心 或是想像或是期待 那我想我開始可能會修正一下我今天要講的一些內容 那我今天可能會比較是 我本來一開始我想要用一些社會哲學的角度來去談這個東西 因為由己戰到陣地戰到整個戰略 這件事情是一個西方馬克思社會哲學的概念 那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講這個幹嘛 我們來講一些八卦 雖然有錄影 錄影 OK 好 那我管他 好 那我想 可以講一些故事 那這些故事大概也可以引發出我們對於參與師預算 我自己的一些期待 以及我們對於目前一些政治的一些行動跟策略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甚至於去對付 我常常說 我常跟學生說 我很欣賞九品芝麻關的一件事 一句話 他說 貪官要監 清官要更監 因為清官要知道貪官怎麼做 才能去更清廉 那這句話其實對我來講 這參與師預算的開場 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現在根本不曉得 政府在行政面上面 到底怎麼操作 一旦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揭壁 怎麼樣去預防 政治有一些不恰當的 或是不正義的一些工作 那這件事情跟我整個研究領域是有極大的相關 各位以為我是念政治社會學人 我是東海社會系畢業 不是 我所有我的研究領域是 台灣原住民川東領域的調查 以及三地社會史 以及三地治理這一塊 在阿庭之下 各位如果你們去看我的CD 完全跟蔡宇姿算無關 完全無關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立足點 長期以來我做了十幾年的 原住民的部落發展的工作 我始終都是站在一個邊緣的角度 在看這個社會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正好8月1號小英講了 我們當然有一些 今天不是這個講題 那當然我自己在這樣一個角度 立場底下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看一群被排擠的人 這個立場 這個位置 就成為我們在設計蔡宇姿預算 很重要的出發點 很重要的出發點 如果說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出發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談談看 我們這個團隊 到底怎麼看蔡宇姿預算 各位 我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可能在官網上根本就看不見了 在官網上可能都看不見了 那當然這個有一些期待 我們會慢慢的慢慢的滲透出來 我希望能夠把它滲透出來 好 那我想蔡宇姿預算 剛剛彥廷也講過了 他的最初的定義 這叫初定義 就是由人民來決定 政府一部分的預算 然後來投票優先決定順序 那這個定義其實就很簡單 那但是怎麼操作 這是設計所謂的方法學 跟組織學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看了 這個各位可以在網路上稍微看一下 大家打一下在YouTube上面就有 這是國外在對於參與式預算的一些影片介紹 大概兩三分鐘的影片介紹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多談 那 我想參與式預算 最早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一個點 這個點也是促使我想要去touch的一個很重要 各位從來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參與式預算是最早的發源地 是在巴西 而且是從巴西社會主義左派政黨底下裡面發起 他們當初的發起呢 是怎麼發起呢 各位你們知 那個1988年 巴西與港 工人黨取得政權之後 他們就開始推動所謂的參與式預算 他們希望透過政府的預算 透過一個機制讓人民來決定這個預算要怎麼樣分配 我們他不是在講怎麼提案 是講怎麼分配 所以呢 他們到投票的方式是 決定這個地方的優先預算的投資項目是什麼 那這個大概都是他們在 現在目前在講參與式預算裡面所有的理論的模式都在講這個東西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我在這個故事裡面看到另外一個很好玩的部分 當初工人黨在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時候是怎麼做的 他們是 你知道巴西人非常瘋足球 然後大家都會跑到酒吧裡去看足球 那酒吧裡到那個中場十分鐘 大家就啊啊啊啊啊 結束了 然後在那邊聊天 這時候工人黨的組織成員就會跳出來開始宣傳參與式預算 就開始在那邊發傳單啊 然後就聊起來講啊 我們這邊要做參與式預算大家來關心 這種組織模式呢 其實基本上在我們現在所有的政治管道 或是政治提案管道底下是完全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我反而是從組織學的角度裡面去看到 欸巴西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所以呢他們可以在酒吧裡面組織出預算代表 欸好啊我這有興趣來來來來 那這個地區這個社區我手好我回去講 類似這樣的方式 然後透過全體大會 然後你一定就可以開始進行一些組織的工作 巴西最早做參與式預算 但是它也是全世界最獨特的參與式預算 因為全世界只有巴西可以這樣操作 他們可以達到市政府資本部門的20% 拿出來交給民眾決定他應該怎麼做 20%資本部門 那 當然我這邊大概有分了幾個層級 像巴黎它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他們是用資本門的5%來做參與式預算 那你知道巴黎 巴黎但是他們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我們現在投票不是都還有資格嗎 他們不限資格你只要是巴黎 你只要對巴黎人來講巴黎是世界的巴黎 你只要能夠出現在巴黎 或者是在網路上想對巴黎講話都可以 所以誰都可以投票 不分國籍不分年齡誰都可以投票 他們不管什麼灌票這件事情誰都可以來投票 這個是巴黎很特殊的模式 我都只講特殊的地方 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們後面我會介紹另外一個培訓的課 那大家可以來參與 那芝加哥模式呢 他們是用比較特殊的是 各位我們每一個議員或是立法委員 都有一個叫做工程配合款 各位有聽過嗎 他議員是拿工程配合款拿出來 讓人民來決定工程配合款怎麼用 這個呢芝加哥這個議員呢 本來是已經快被落選的議員了 他覺得下一個選戒已經一定選不到 他就火大養這些裝腳幹 他就把錢全部拿出來做 就成為美國基地民主裡面最重要的戰將 民主黨議員 民主黨議員 最重要的戰將 那日本呢比較好玩 他的特殊的地方是 他跟NGO合作 不是跟民眾合作 他認為說NGO對於地方的社區的議題 掌握程度比較純熟 所以他可以 他希望能夠跟NGO來進行合作 然後呢 他們的預算呢 是有一個叫做住宅稅的收入的1% 來去執行 那台灣更多啦 台灣從前年開始 就2014年年底開始 也就是太陽花之後 各地都在做參與市預算 特殊的是台灣第一個完整執行完參與市預算 是陳怡君議員辦公室 在他的禮上面來做參與市預算 他的選區內 然後是用工程建議款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工程配合款 就是我們講過 然後這個人是國民黨議員 是國民黨議員 所以台灣第一個在做完參與市預算的事 國民黨不是議員 這很好玩的一個事情 好 那我想 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底下裡面 我們大概稍微簡略的去做一下 整個世界跟台灣的一些回顧的時候 我必須要在講太陽花之前 我要把我自己的戰略目標彈出來 從太陽花這樣子的一個街頭 從2013年開始很多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 然後進入到各個的街頭去倡議 去進行各種的抗爭 我所謂的遊擊站這一塊 到開始推動參與市預算 進入到行政部門 透過行政部門的一種協調溝通 甚至於不斷地去進行各種的 遊說的工作的情況底下 我稱為所謂的陣地站 為什麼要在行政部門打開這個陣地 這個陣地站基本上就是 格安斯里他們在公會做組織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一個組織底下裡面 透過公會來建立階級議事 而不是透過政府來建立階級議事 這樣子的一個課題呢 我們拉回來在參與市預算 你就會發現說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場域 來建立我們在參與市預算這件事情 那各位可能會說為什麼不是NGO 為什麼不是學校團體學術組織 這個東西就牽涉到2002開始 我們在做的審議民主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我想談的是政治的戰術戰 這三個加在一起 我會把它稱為是一個社會北利工程 這裡面每一個都在做抵抗 每一個都在做抵抗 那我想審議有很多種方法 我現在開始切入到一個審議的部分 剛剛有朋友就說 怎麼樣透過審議民主的方法 怎麼樣透過參與市預算 來達到審議民主的一個效果 我這邊要稍微談一下審議是民主 它有很多種方法 什麼利害關係啊 觀點座談啊 等等一堆一堆 很多很多很多不管 那這些方案 基本上 都是透過各種的議題 來去設計方案 而不是方案 在那個地方 然後議題套進來 這裡面有很大的差別 各位有沒有聽過世界咖啡館這五個字 世界咖啡館其實就是一個審議民主 很喜歡輪轉的那個東西 那自從政府部門玩過一次以後 他們就上癮 只要他們跟民眾溝通 他們就喜歡 不管什麼議題就用世界咖啡館 所以但是呢 他們就是用方案去套議題 那我們希望的是 每一個議題都應該去量身訂做出一個適當的方案 而這個方案是要可以有很極大的空間 不斷的彈性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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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是需要有一個溝通的過程 那審議民主到參與式預算 其實它有一些分別 包含公民參與 包含它的效能是比較間接 而參與式預算直接是對於金預算分配 然後呢資源的分佈等等 但是這裡面 各位我們現在在談參與式預算 在台灣 在台灣 只有參與沒有預算 各位要先記住這件事 你覺得我剛剛這句話能夠在官網出現 但是我在司政府行 izzard會寄真的講過這句話 只有參與 沒有預算 這件事情跟我們的預算結構有絕大的關係 各位都知道 今年是決定去明年的預算 明年執行 然後年決算 決算出來以後 我們才能根據決算來去制定第四年的預算 所以如果我們要run到參與式預算 民众能够进入到预算分配 那已经是四年后的事情 已经是四年后的事情 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做的 可能不是在做参与式预算 我们现在做的是参与这件事情 好 为什么参与这件事情 在十多年来推动民族省议的台湾 会反而是在太阳化之后 找到可能性吗 我直接跟一些做审议 做一些社会实践的朋友里面 一直在那边聊 我常常亏他们 做审议民族的这些朋友们 我都说你们以前做的民族审议 到底是在做什么 公民参与啊 大家一起来讨论公共议题啊 我说参与的人是谁 我们邀请的公民啊 我说不对吧 应该都是那些不耳乔养吧 因为都特定 对 然后他们就笑一笑 没有那么 当然OK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无差别做一件事情 在公民参与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做到 无差别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反而 在这十年来 没有办法去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反而我们在太阳化 在那十四天里面 看到了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可能性也是 当年正好从博士班毕业 然后进入到 一个整合型计划 叫人文创新社会事件计划 然后 在 各位在太阳化期间 有没有听过 所谓的街头民族审议 OK 有参加过的举手 一个 好 OK 好 两个 你们是当那个小 坐在圈圈里面的 OK OK 好 那 我们在外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很多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 表面的一个理由是 街头民族审议 公民直接发生 生化诉求内涵 扩大公民 这像不像公民课本 红新闻稿 实际上是什么 在太阳化之后 324冲完行政院完之后 其实街头已经没有人了 而且台湾的街头运动 是有星期六星期日的 星期一没有人的 我那时候在星期一 在街头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只是警察不进去而已 警察用走的都可以进去 因为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 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故事给你们听 然后呢 所以他们希望找很多活动 来聚集人气 保卫一场 第二个 那个 下面都是坐在那边 然后麦克风呢 就很多那个阿公阿伯 就开始在那边讲 讲了 然后也轮不到他们 好 第三个 前几天 大家都在那边讲 那个光光化 对不对 真的在那时候 太阳化的期间 真的在那边 不胖都很难 就是真的吃好的 喝好的 然后还有食物 直接送到你手上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 你看 很多创业在那边 一天一苹果 因酒远离我 类似这样 然后各个阵头在街上 不是那个阵头 就是在街上各个的阵地 各个的阵地就自行组织了一些东西 这个不是在谈情说爱 他是真的就开始在街头做一些创作 吸引了一起跟他创作 然后呢 还有在拿大声工卡做胎奖 然后呢 当然啦 我们也做了一些 学生就很温柔的力量 放在巨码上面 做一些反差对比 那其实呢 这些街头 其实街头不再是那么的不理性 那我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于是呢 在关心太阳 关心这个学运的一些 老师们朋友们 还有一些议场里面的人 就想说 真的啊 我刚刚讲的嘛 最重要的原因 要聚集人气保卫物议场 我们要做什么活动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讲 啊 神议 所以呢 第二天呢 范云就跳出来 做Open Space Open Space 各位知道Open Space吗 就是大家 什么意见都可以发散 然后去谈 然后乱 那个可以转场 然后呢 那一天就找了很多人来开会 然后 那个时候 我的老板陈东生 就把我抓去问 我们那个 以社会实践的角度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什么事情 我就想一想 我就说 以前我们在部落里面 会做一些所谓的 这种工作坊 那这种工作坊里面 其实可以操作出一些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就大概随便讲一讲 他就说 好 那你去带我开会 那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们就说 诶 那些老师 什么 现在的黄国昌啊 什么 我都不认识 他说 诶 你程东生叫你来 你总是要说几句话 我说 好 我就讲了 讲完以后 他说好 那我们就这样做 我说 我说 蛤 我都不认识他们 我就真的要做吗 我说好 他们就说对真的要做 然后就开始 那要做什么 不知道 所有的设计也不知道 都没有 我只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组织 这就地组织的一个模式 我只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 然后他说好 那就做 所以 整个民族街头的审议 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一个非常强的审议结构设计出来 然后呢 包含小组的训练 包含教材 包含教案 然后我就大包小包的 带到现场 然后花了 就开始进行所谓的组织工作 这个组织工作呢 我们大概就七点钟 就把小组组织人找到 那小组织人 第一天就是各个老师的学生 动那种学生去接 然后就开始做这样子的训练 然后叫他们在现场做教案 然后怎么样去做导影的工作 然后整个程序设计到 每一分钟是怎么做 每一分钟的操作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上 也完成 所以你去参加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 那个程序是很紧凑的 对 程序非常紧 这是一种强结构 我再次强调好 我等下会讲 是强结构的一种神异模式 它强调的是一个 让大家都有发生的机会 就是我刚刚讲感性出球的第二点 大家要轮流讲话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底下里面呢 我们小组主持人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部分 那各位我们也都知道 街头你要形成阵地 你要叫人家来吗 没有 你要在街头形成一个阵地 你要什么方法 你要走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主持人是走到那个中间 然后叫大家围着我 然后大家 转个屁股就可以围成一个圈圈 然后大家挪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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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在现场观察底下里面 可能各位都在看这个广告 我看到的是街头不移动的惯性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大概看的东西跟人家常常不一样 所有的社会运动 当他一做下来就有不移动的关系 任何运动 我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透过主持人 主动的走路到人群 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分割组织阵地 然后呢 甚至于呢 我们也可以在巨马前面来做这个参与 这个小组讨论等等 然后呢 到了最后 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人就出现了 什么人呢 各位 这个人 看得出来是谁 顾力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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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力熊跑来参加 早上七点钟爬起来 然后参加我的那个小组训练 我那时还跟律师讲说 顾力师你真的要讲嘛 人家会询问你法律问题 他说 没关系我会收钱 然后呢 结果我就被人家骂 被现场一些的 不是被骂 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让顾力熊来主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他的色彩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说 这个东西是open的啊 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 他愿意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不行 他说你看 你看 大家都围着这边了 你知道围着顾力熊这边都是 在街头话比较多的人 可以理解吗 顾力师 围起来以后呢 接着谁会围上去 记者摄影机全部都架麦在那个地方 结果这一场出乎意料的手秩序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呢 主持人有很多 这个是吴嘉玲老师 然后呢 这是我培训最小的主持人 高 高一 15岁 还未满16岁 高一 他在那边睡了11天 对 他在那边睡了11天 好 然后他主持的这一场 有一个立法委员 我忘记那立法委员 民进党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你知道吗 轮到他讲话就开始把他罢了 你有看过一个15岁的小孩子 去嫖一个立法委员叫住嘴吗 好 因为他主持很久了 所以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一种强结构的一种审议的方式 其实它有带来很多 当然也有一些负面效果 例如说 我应该也要放一些照片 那些负面效果 例如说 大家讲话 没办法全都讲完 或者是有一些人热声比较慢 那这个顾虑怎么办 这个顾虑怎么办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发生了很多这种检讨的事情 都一一的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看到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唯一大家有共识的是 有一种无差别的组织模式 是可以架构起一种公开讨论的方法 这就是太阳花我讲的 从游击站到阵地站 对我来讲 为什么我会做到参与市浴山这件事情 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吧 我看到的是有一个可能的机会 所以呢 包含场地无差别 我们也跑到议场里面去做这个部分 那当然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这种 发言的一些组织图啊 然后后面越做越精细 包含很多的那个老师 就会协助民众各种的发言整理 成组织稿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现场就做出各种的 这种新制图啊 然后把大家的讨论 都可以纳入在各个的地方里面 这个我做不出来 这个太厉害了 我们只能做出大概像这样子的程度 就做一个基本的分类 刚刚那个这个人叫做 各位知道吗 这个人叫做吕佳华 台湾省医的一姐 我也是在这一场里面跟他认识 不过乔雅四个字我是对他讲的 不要杀掉 好所以呢 我们从街头跟公民社会 这件事情的意义也有看到 其实我们在3月26 4月5号 10天13场250组 大概招募了400多个主持人 然后实际参与讨论人数 就是实际坐在那个圈圈里面 大概是3900多啦 近4000人 旁听者就没办法计算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 就地组织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是不是无差别 各位 这个我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还不太算是无差别 为什么 他是一群会去支持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关怀在那个 你组织起来就比较简单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要无差别 那这个就好玩了 这就是参与计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定义我就先不谈 然后最近他们也发展出很多的slogan 知情理性共散 居民性 这些 这些宣传语我们就不多谈了 然后目标啊 等等 这个目标唯一要谈的是这个 我刚刚讲了 要完成一个 民众真正去决定 遇上政变这件事要四年 现在要做的只是这件事情 跟设计这件事情 还有串联各地方的组织 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透过这三年的努力 让台中至少 能够有两成的人到三成的人 知道三成的人就三十万 知道参与计计算是什么 这个有点小小的心愿 小小的心愿 那所以串联这件事就很重要 所以呢 包含我们怎么样去设计我们的slogan 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公共政策的宣传 其实它背地里都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太阳花某一些的精神 第一个 野台给肥皂香 我们在成立 去年我们在台中中区做示范的时候 我们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包含 从上到下 市府 没有人都知道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参与计计算 真的没有人知道 包含我去做设计的时候 是他们拉着我说 拜托老师你帮我们赶快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也 不晓得要干嘛 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就一样嘛 太阳花一天都想得出来 这个一个礼拜应该可以想得出来 我就想要那两个方法想说 那我们要成立做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把它组织起来 那首先呢 我们就在中区成立了一个 叫做预算工作坊 这个预算工作坊 这个预算工作坊 我的目的很简单 在区公所哪里人多 我就把那个地方放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中区是放在哪里 走来 那个 穿堂 就是进 中区区公所 要进电梯的 那个穿堂上面 然后呢 那时候区公所对我们来讲 也是 蛮 蛮 对啊 就说你们要什么啊 好好好 我们很热 给我们一把电扇 我就指 大热天七月 给我们一把电扇而已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里面 就开始做我们的参与式预算 只要经过的人 不小心瞄了一下我们的招牌 我们的那个研究员就冲过去 那被他接警示 好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他现在当兵 那 他也是社会学员 在马里兰的一个社会人 然后他也是在那边 他非常热情 他也是用非常不标准的台语 在跟阿公阿嬷讲 非常好玩的一个 非常热情 然后野台呢 就是只要中区有办任何活动 我们就去站台 那这个是什么活动呢 这个是一个民政业务宣传活动 在讲 在整个活动是在唱台语歌谣 所以他要求我们用台语讲参与式预算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唯一一个台男人就是他 就是这个小胖子 然后我 巨大的学生 因为我要他上台 我被他凹了不少东西 好 那凹了什么就算了 那各种的活动 包含去年 我们也在哲午 请万云哲老师来演讲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的被对待的规格 没那么高 我是被万云哲叫出来说 大家对台中市有疑问的问他 他是主持人 因为今年好像不太一样 好 也有去参加一些World Y Views的一些会议 还有一些 去年还有个青年踹共 的一个会议 反正就是只要任何 大大小小的活动 就去插一脚 第二个 他组织这件事情 传统的政治势力要不要 顾及到 还是要林里长 议员 庄角 还是要碰 所以呢 像这个是议员办公室主任 张黄廉 然后呢 我们就在 就是请区公所出面 邀请林里长 还有议员 来参加 我们进行正式的说明会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模式 比较传统的模式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组织 那在这样一个组织的过程中呢 然后呢 包含民众 其实我后来发现 民众真的是 问话越来越犀利 问到最后 已经 当然我的部分我等一下会讲 他们就开始问 主办单位 那你们以前在中区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们提供相关的资料 各位 我们就跑去问 研考会 研考会就给了我们 一叠 投影片的影音 我说这个要干嘛 要我们用这个东西 去跟民众讲 中区做了什么事吗 没办法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充分的发现 你只是当做提案 这件事情 那真的是把民众 当白痴 民众也非常清楚知道 我希望我能够 在这个地方里面 找到 有哪 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做得好不好 我们有没有敢 所以民众会去问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是在 地区说明会的时候 慢慢的就 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 鼓励民众来提案 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希望要深入的事情 希望要深入的事情 那在这个洗脸大会底下里面 最好玩的就是一些 民众朋友 对于我们的计划底下里面 有一些想法跟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是 譬如说 参与人数太少了 有没有效果 那不知道政府有什么案子在执行 不知道预算要怎么执行人数 这些都是民众反应的问题 我们都会把它整理起来 做一些公开的模式 那 对啊 还有说民众没法来 可不可以书灭连署 也是这样 反正民众有很多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 开始了 你们是不是黑箱作业 我记得我们在做 刚开始在推参与市预算的时候 我最配人家问的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林佳龙的打手 你是不是民进党 这辈子我没有参加过民进党 任何活动 黑箱作业 好 我们是黑箱作业吗 我们就是 所有的资讯都open 好 没关系 那 最后连我的简报档做得很丑 他也要骂 真的 所以 那个 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 地区说明会其实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事情 就是说 在这样的地区说明会底下里面 民众基本上是比较是用挑 挑毛病的心态 来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还蛮受益的 蛮受益的 譬如说这有一些问题 没参与就没生意吗 其他人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在谈公民参与里面 一直被问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或者是说我们在参与是预算 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要找哪些对象 我们要很诚实地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想要找的对象是谁 可是呢 在去年事半计划里面 我们都没有思考到这些东西 所以反而我们在说明会的时候 一支 把这些问题收集以后 其实做了很多的反省 还有 类似 哦对了 这里面也要提一件事情 去年我在接办这个计划的时候 每一个案子一百万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那一百万在哪里 民众都问预算在哪里 谁在做不知道 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困在 传统的行政的程序上面太久 难道行政单位一定要是去年提案 今年执行吗 他们才能接受吗 难道我不能今年 我想要做什么我就提案 然后你赶快规划出来吗 这有没有这种模式 也有可能有这种模式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底下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知道说 提案怎么办 民众对于提案 应该是这样讲 民众对于提问题 是等于提案的 各位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民众他认为在地区说明会的过程中 他认为我提了问题 就等于我提案 可是提案是什么 我们要写计划这件事情 针对这个问题 去找到什么人来执行 由谁来做 要做哪些事情 最后要花多少钱来做 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概念 提案概念 而如果我只是跟你讲说 我不要路破了 赶快来补一补 这个是不是提案 不是喔 所以呢 对民众来讲 他说好啊 那现在就我来决定 柏油路要怎么铺 哇 精彩 哇 开始讨论 怎么讨论呢 我们就在客厅座谈会里面去讨论 我就被里长拉过去 说你看 那个地方 我们这边就是要做 老人家都在那边跌倒 骑摩车摔倒 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就要扑鲁说 好好好 你就提案 提案啊 可是这个东西里长 我们不是都有提案管道吗 各位 我们台湾的那个民众 要请政府做事 大概就三个管道 第一个是里长 就是民众跟里长讲 里长就跟市政府讲 去公所讲 去公所就开始整理起来 然后就承案 第二个就是跟议员讲 那议员他自己有工程分别款 小额的他就自己做了 然后就补贴掉了 那第三种呢 就是所谓的 那个标案 就是政府有什么计划案 已经确定什么执行项目了 就去标案 所以呢 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 我就标案 所以大概是用三种的方式 去跟政府做一些合作的方式 那 要民众去想 这个路要怎么铺 你觉得民众会想什么 民众会想什么 他一定会想说 我一定要铺最好的 那为什么要铺最好的 因为我们的伟大的 林佳龙市长 他说那一天 性高采烈 他就说预算无上限 结果我们就开始 一百万就变成 很麻烦的一件事 对啊 但是呢 后来我们就想办法跟民众讲 不能无上限 他有一些想法 所以他们就 但是呢 民众也是很聪明啊 他们就搜集资讯 他们要去做那种什么 正好最近不是有一种不透水的 对对对 OKOK 他就提这个东西 然后提案过 然后就过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后续发展 他们就想了很多 就民众他会去想做什么做什么 用什么材料做 所以民众提问题到他要用什么样方法来做 其实是可以沟通的 也可以做得到 民众他可以进一步的去想 我提出的问题 我如果是我 我要怎么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程度底下里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民众 客厅座团会 所以呢 我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形式呢 去开一些座团 像这种就是open space的方式 然后呢 本来我们只是说明会 但是呢 他们就开始一直在讲 啊 我们这边中区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最后不小心的 我就不小心拿了一个open space的方法 出来跟他们帮他们整理一下 他们的 这个是完全是基运战 碰到的 因为你要知道 阿公阿嬷他们开讲的时候 你就要 所以我就赶快发便利贴 你知道 我们以前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 街头神医里面 我常常跟我训练的主持人说 你要人家住嘴 最简单一件事 你发便利贴 便利贴很好用 就是主持人最大的权力 就是发便利贴 所以呢我就发便利贴 让他们不要那么七嘴八舌 没有办法聚焦 所以我就想办法用便利贴 让他们慢慢的聚焦 然后慢慢的讨论 然后去问他们说 然后去问他们说 每一个这个 像这个案子 大概是什么类别 慢慢的去讲 这有点像是open space的方法 那但是这一场 也是 这是机运巧合 然后不小心拉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种像 专业团体的部分 像绿川工法 那个时候绿川开盖 这个议题非常 还有绿空 这些议题都非常的 在那个时候 在去年非常的 讨论 非常热烈讨论 那还有呢 像是尤其是像创世基金会 有一些社福团体 他们在中区做一些老龙的工作 我们也想办法去拜访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的是说 每一个人 在我们推动团队底下里面 我们不可能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去接触 但是只要能够跟我们联系上 我们一定会安排时间拜访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这是我们的宗旨 第二个 我们主动邀约的对象 我必须很诚实跟各位讲 我们会以边缘 或者是弱势的团体为主 而不会是林理长 而不会是林理长 林理长自有他自己提案的管道 社区发展协会 也自有他自己提案的管道 我们希望呢 是找到不同的人 来参与这件事 因为参与市预算 它其实就是在开 一个新的管道 它不是在取代代义政治 它是开一个新的管道 让民众另外有一个路 可以跟上面行政单位 去做一些讨论 社区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呢 像创世 他们就提到 然后 我记得这边的故事很好 他们就提到中区老人的问题 然后就跟我们讲到 那个在中区那个什么路上面有一栋都是老人家住 然后 然后那个 因为现在中区不是很多计划嘛 然后投资嘛 房租就一直在涨 涨到最后现在老人家都 没办法 可能会被迫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社福团体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没有办法提案 没有能力提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跟在地的连结 并不是那么深 他们光服务个案就够忙 所以他们对于动员这件事情 一直是有害怕的 所以我们在客厅助团会的接触类型 大概就分了 邻领系统还是会叫我们去 然后就去 然后呢 他们就是关心预算跟后训执行的部分 社福团体呢 最重要的是担心动员的部分 那专业团体呢 就是有一些像新串团体啊 或者是一些社造团体 他们就会想说 那我计划要怎么写才会被通过 他们关心的是这个部分 然后呢 一般民众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 市府都不晓得要干什么 那我们真的要做吗 他们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 那但是执意完以后 还是跟我们讲他想要做什么 像这个就是 一个夫妇 他们在中区出生 现在已经搬到北屯 所以我们又跑到北屯去找他们 做那个参与式预算的说明 那 在这样的客厅助团会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是收集资讯 那在这个资讯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哪一些的讨论 是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 那这个讨论的方式 要怎么做 但是我必须要讲 在中区去年 在量上面 看起来很漂亮 看起来很漂亮 就是说 有124个人参加小组讨论 有将近180个人来参与这个著名会议 然后投票将近400多个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呢 我必须要讲 在这个流程底下里面 我又回 因为中区他就觉得说 不可能讨论一天 民众没有那么多耐心跟你讨论一天 你最多就只有半天 所以我一点到五点要把它执行完 包含现场投票 所以各位怎么办 接头声音又出来 又是一套墙结构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 因为我们透过之前客厅说明会的方法 多多少少民众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案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民众还有提案是 他用那个外面的海报输出 输出了一张大海报 一来就说我要提案 我要提案 我要贴在哪里这样子 然后被大家说 不公平啊 为什么他可以用海报输出 然后我们就请他 再拿一张海报 请他把那个里面的内容重新写上去 这样 所以呢 这种墙结构的方式 其实跟开放性讨论 还是有差距 还是有差距 看起来很 很热闹 但是在现场我们也被很多人质疑 甚至有一些不礼貌的举动 认为我们是黑箱作业 还是有人在做黑箱作业 然后在骂我们的那个人 最后在投票完之后 他也入选了 然后他就跑来跟我握手 他的不礼貌非常不礼貌 他是拿着一个手机就这样子 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子 这样照一照 那时候万一哲老师在我旁边 他就说 诶 这可以讲 他就说 要不是你的场子 我早就动手了 万一哲老师 你们可以想象 那么斯文的人 好 那其实很清楚 就是说 他们会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要 就想要制造那个东西 不用了 但是 最后好玩的是 他自己提案 他自己也过了 他觉得 诶 他竟然过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 强结构的讨论 让每一组呢 去进行一些讨论的方法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 很好玩的案例 就是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邻里系统 他很担心 他的提案 没有被 接纳 因为他不了解 公开讨论 这件事 他以为在这个小组里面 就要 形成一个决议 于是呢 他就 带他的礼名 带他的礼名 包围了一桌 这一桌就只有一个提案 那像其他桌 他可能就有三四个提案啊 有些朋友来啊 就 大家一起讨论 这样 他不是啊 一来就包围了一圈 这里面都是 然后呢 我们主持人要请他 每一个理 都尽量讲几句话 对你自己的理由 什么样的 说法 想法 啊 他不用讲啊 就听我的就对了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就像挡住 这样子 结果我们的主持人 常常跟他吵架 最后换掉 他说受不了了 可是这个 这个场也可以慢慢理解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意的去思考 游戏规则 遵守不遵守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容易 产生冲突 那这个过程底下里面 最大的原则没有违背 他还是坐下来 讨论 只是他讨论 不是跟其他计划 跟其他人提案讨论 他们就是里民在那边聊聊天啊 什么的 我们做这个好不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里长就说 我想要怎么做 什么做 大家就哦哦哦 OK啊 反正里民都是你的人 也没关系 那至少他们愿意坐下来 做这件事情 那 那也有很认真的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开始做一些提案啊 等等 那 住民会议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很好玩的 去开始做一些分析 嗯 因为我们是凭那个 身份证里那个票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登记到 一些事情 那 各位 我们在住民会议底下 在中区住民会议 在中区住民会议 参与 参与民众 是56到65岁最多 56岁到65岁最多 56岁到65岁最多 反而不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反而不是 然后 其实是46到55 然后 最重要的投票的人 就是56岁以上 男女比例还蛮平均的 所以呢 这是性别比例 然后 那 大概百分之 76的人 都是中区的人来参与 那 其他的地方 当然可能是从中区搬出去的 然后回来参与 哦 76 对 76 对 对 参加住民会议 参加住民会议 如果他们又不住在中区 你怎么可以让中区的人来 网络投票 决定我们的事情 各位 你们遇到这个质疑怎么办 遇到这个质疑怎么办 对啊 而且中区正好又是台中市的门户 一定都会经过 而且我就直接跟他讲另外一个 我说你光复国小操场就在南区 你知道光复国小 这是中区的光复国小 但是他的操场是在南区 北区 对不起 北区的 台中公园 所以你中区八条街 然后行程八个里 然后你要谈中区的人决定中区的事 可是民众提这个问题 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哦 如果你拉到今年我们在清水地方执行 台中市的人来决定清水的事 你觉得这两个问题一不一样 就不一样咯 为什么台中市的人来决定中区的事 为什么跟 台中市的人来决定清水的事情 问法又不一样 因为整个环境跟地方的机制跟民情 跟他的地理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所以呢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 真正的问题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民众的问题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修正 那当然我们这边的票选结果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好 比较好玩的是这个票选的结果 这个票选结果呢 反而 我应该要把 这里面忘记把那个 原本 原本那个 中山路百年人文向道 就是那个非常热心 我必须要讲 我刚刚讲的那个里长 他是我最敬佩的里长 我不是说他是坏里长 他非常非常热心 他是早上六点半就起来跟社区的环保团体 还那个清洁 那个清洁妈妈去扫地 扫社区 然后九点就到 区公所做服务 他非常非常热心 下午就跑去做那个 那个 什么社区的那个 老人 老人照顾 然后 他非常非常热心 所以他因为热心 所以他那一天住民会议的时候 这个案子 在住民会议是第一年 这案子是第一年 可是呢各位 如果用台中市的整个网络票选的结果 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是负选题 就是说一个案子 一个人 他可以在这13个案子里面勾六个案子 勾六个案子 他是负选题 那 各位 有没有人会因为说 我支持这个计划 可是我突然看到 诶别的计划 我也觉得不错 去勾一下 有 于是呢 原本这个 他是一个社福团体的 两位志工 提出来的计划 他本来以为他们不会中学 结果竟然在网络票选之后 成为第一名 成为第一名 就是我刚刚讲的 社福团体最担心的 动员 反而在网络票选的机制底下里面 被看到他的公共性 而且他的急迫性也很重要 第二个是一群大理高中的学生 他们常年 就是只要大理高一的学生 或者是转学生 初来乍到台中 然后要去念大理高中 就要到台中市转车 火车站转车 他们是非常的痛苦 这里面刚刚有彰化的 彰化的 你到台中市火车站 你会坐公车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会在台中市火车站附近 转公车到台中市其他地方 会 但是资讯是乱七八糟的 资讯很乱七八糟的 我记得光去埔里这件事情 就有两个后车站 所以呢 其实他们一群高中生就觉得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做一个资讯站的方法 这个公共性也高 也被注意到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底下里面呢 慢慢的去理解 我们刚刚讲那个不礼貌的 他是这一个 因为在这个计划底下里面 只要入选的十二个方案 都会被研考会管考 每一个承办的局处 都要去跟民众进行沟通 进行沟通 这是去年的模式 所以呢 这是当初做的海报 我们把它拍照 然后做了读档 把它装起来 好 OK 这个是后来的一个 这边要看吗 好 这是我们拍了一个 五分钟的一个经历片 这个我们会在网路上再播 这个我们就先不开 好 那我必须要提一提 因为去年的经验 也让我们去修正了 在机制上里面做了很多的修正 包含 很多行政单位 所以他也提出来 有一些案子真的可行性很低 可行性很低 怎么办 可行性很低 就是你要去跟民众协调 让它可具体的操作出来 所以呢 但是呢 因为去年 11月才提案 那个投票通过 他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要去找民众去做这个协调 太急 所以呢 他们希望说 今年的机制可不可以有做一些调整 对于民众来讲也不错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呢 把住民会议往前拉 让住民会议提案出来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回馈意见 会回馈意见 然后我们再做展览 第一个阶段 还是一样 大家用iVoting的方式 进行全台中式的投票 进行全台中式的投票 选出入围的12个方案出来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地区选出12个入围方案出来 在选完以后 我们在第二阶段 再由户籍在地的方式 选出六个最优先执行的方案 各位 我刚刚再一次强调 我们这边的 我们去年因为最后一案子 投票 所以是13个案子 这13个案子底下里面 被市政府拿去执行的 不止只有六个案子 目前还有一个是南洋国际 文化国际街 还是音乐节我忘记 这两个是音乐节 音乐节有被注意到 可能也会被执行出来 然后中区智慧化跟系统APP 这个金发局有看到 现在目前在讨论 但是它的期程压力 就不是像优先方案 你今年度就一定要执行出来 你今年度就要执行出来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方法底下 去选出六个优先方案 然后最后做一个 然后 这个是整个计划 我们今年的 因为 安装越来越多 那个点子也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 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四大流程 我们跟民众的说法就是 你来提点子 来讨论去投票 然后政府做到好 那政府要怎么做到好呢 提案执行与监督 这件事情是我现在遇到最大最大的难题 也是现在目前一直在做客服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视觉化给各位 因为都还在操作中 我们现在目前希望 在未来以后所有的著名提案 都能够透过空间资讯系统的方式 把每一个计划案在执行的过程中 他坐落在哪里 做了什么事情 把他进行所谓的open data 就所谓的行政公开化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目前已经跟G0D 达到一个合作的过程 G0D 那群疯子 我跟他聊一聊 他说 好 我做 我说你忙成这样你还要做 他说我只做我有兴趣的事 我说你去年做那个台北市那个视觉 各位有看过那个台北市视觉预算画吗 你吃了三个地堡 200台BMW 他说那个东西是玩具 然后我们想要做的是 未来我们能够让台中市民在这个空间资讯 透过几个点选的方式 我就可以知道我附近曾经做过什么 计划案 这个需要庞大的一个coding的资料 我们现在目前由市府那边取得的 就是我们民政局 发函给各市府其他单位 希望能够回函的一些资料 大概只有298笔 这298笔 我们要抠成大概栏位十几个栏位 把它变成Open Data的模式种 这件事情需要很大量的coding的工作 那这件事情也在进行 那甚至于那个距离EV他们 还帮我们发展了一个小城市 可以让我们有一些计划案可以有点 有一些计划案是线 有一些计划案是范围 都可以标示出来 都可以把它标示出来 所以我们光要去确认这个计划 真的是在哪一个范围这件事情 都要花很大的时间在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到最大的挑战 我们不希望只是在做一个Open Data的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是挂一大堆PDF档 你自己去看 那个只是公开资讯 那个不叫Open Data Data是一个栏位一个栏位 是可以被检索被像资料库比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到 提案执行监督 为什么 当这个系统完成之后 它会每一个月主动就发信到各个单位 你在民众执行提案的过程中 你执行到哪里 请你回报 回报完以后进行Coding Coding完以后 下面自然就有一个时间罢 告诉你现在这个计划做到哪里 什么地步 民众不会像去年一样 师傅你把我们的公车资讯站 到底做到什么地步 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各位要 真的要给一些时间 因为真的不好做 虽然距离一定愿意鼎力支持 但是 我觉得我们必须还要很多test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这个 这个系统能够在 10月能够demo出来 然后慢慢的运行 试做出来 那未来明年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民众今年提的案子 做有一个监督的部分 这个我希望能够再找时间 可以跟G001一起来聊一聊 什么叫做Open Data 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Open Data 好 那这个著名提案的 这个我就不讨 这个是整个一个修正的意见 然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在全市的 期程规划底下里面 我刚刚讲了花三年的时间 把287月全部走完 那和平局是因为自治区 那他们要自请决定 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最后 两分钟我想要给各位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件事 这里面我略过很多 比较细节的资讯 这些资讯 我们希望都能够在 这个主持团的伙伴招募底下里面 能够找到伙伴 我们会有一个培训课程 第一期的课程是在8月13号 第二期的课程是在8月20号 我们都是为期一天的课程 这个是我 8月13号是我上 8月20号是李嘉豪来上 那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底下里面 完成一个審议主持人的一个基本能力的培训 培训完以后 各位你们就可以当著名会议的審议主持人 那当培训完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年有稍微有点预算 我们做了很漂亮的制服 T恤 你们可以拿到一件T恤 它已经美了笔记本 那当審议主持人有什么好处呢 他不是志工 他是有配的 为什么 这个跟市府沟通很久 因为我们认为審议主持人是需要专业技术 他是一个专业 他不是我只要一张嘴巴 我就可以当審议主持人 没有这回事 他需要有培训的过程 所以呢他愿意花这个培训过程 我觉得市府就应该要示范出诚意 让他们这些尊重他们的专业 他们培养出来的专业 所以呢各位 可以在Google上面打台中市参与市预算 然后呢你就会出现脸书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招募伙伴的部分 然后呢这里面就有报名资讯 各位稍微把这个报名资讯提出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有T恤尺寸 我们可以勾训 是真的会送不是假的 可是真的会送 你需要更快加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画给你他的T恤 真的吗 那可以再填一次 你再填一次 我都没有收到回覆 我怕是没有你的尺寸 他是我波子麦的同学 所以没关系 好那个 我们是真的会送那个T恤 然后 本来是 他们那个 要讲吗 那个颜色 那么我们把这个制作物 沉出去 还有计划书流程沉出去以后 市府唯一回来的意见是 衣服颜色可不可以换 是 其他的都没提 然后我们主持人 另外一个协同主持人 就说 哇靠 他们就只能提 颜色要什么颜色 衣服要什么颜色 这种low的问题吗 难道都不可以提一些问题吗 我就说没关系 没关系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做 处理 然后呢 在上面我们有一个简章 各位如果要更清楚的知道 这个简章 你只要按这个连结 就可以下载这个简章 然后呢 这简章里面都有说明 我们要做什么 有什么课程 等等 OK 那这个报名 大概到下礼拜一 我们就 当然要看那个状况 我们会 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课程 未来在这两周培训里面 我们的内部的研究员 专员也会来 一起参与 然后未来我们可以依据地方 来去做套装的 那个 课程开设 像今天我就不小心潜入到青年议会 跟后面的暗装 一起合作了市长 设计的市长 所以呢 现在教育部 那个青年会议的那个主持单位 是教育局 教育局我就跟他讲说 有这个后康的培训课程 训练出来还有出席费可以拿 祖密当场眼睛就亮起来 他说好好好 我们来合作 所以我们可能会跟青年议会 一起合作 开一个课程给他们 顺便这些议员 可以未来来参与著名会议 跟民众做一些公开讨论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做这样子的 走踏 包含下个礼拜8月8号 我们所有的 暗装就变名装了 他们就正式地驻扎在地区 然后不断地跟地方进行各种的说明 沟通 那他们也可能会被洗脸 那也可能会被 收纳 问说 那个 那个妹妹有没有男朋友 好类似 尤其那个菜市场的阿嬷最喜欢的 我的儿子 我一直期望的是我们的研究团队 我们今天在开会 我有再一次强调我的期望 我的期望并不是 在为林佳隆做各种的背书 各种政策 而是再回到我刚刚讲的 正地战这件事情 正地战这件事情 我希望在行政部门的地方 打开一个空间 让一群有 对公共事务参与这件事情的人 能够有机会进来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去 真正的去体会地方 而不是一直想要宣传这件事情 我不想要变成一个政策宣传工具 所以未来我们的台中市参与市预算 我希望有很多心情小故事 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像我今天讲的那么多的八卦 给各位听一样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真诚 那至于说 我刚刚讲的最后的那一个 政治的战术战这件事情 这跟青年议会是有很像的 政府常常会做很多公关活动 这种公关活动 如果有一群热心公共事务的人 我就跟你假戏完成真的 这个假戏完成真的 就要花很多的功夫 在行政的阵地上面 去打开那个空间 去打开那个空间 那当然这里面遇到很多 有可能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 但是不管有没有可能 我只想说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 帮演讲的 背书的事情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公民参与 有没有一个机会 让一群人协助民众 走到地方 去串联地方 那有一些类似的案子 好的案子 能够突然发现 你们两个都有好的案子 是不是可以一起聊一聊 去做串联的工作 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在这一次 参与式预算里面 能够再一次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想 很多理想 很多理想 但是有很多黑暗面 那 就先到这里 好不好OK 9点一定要叫我结束 OK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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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